港大校委會任命副校風波 令保密協議四個字被受嚴重衝擊 身為校委之一的學生會會長馮敬恩 以公眾利益為由,帶頭竊物,牽起一場公眾輿論 公審多名校委 保密協議只要帶上公眾利益這頂帽 竊物、偷錄都變成理所當然 到底真正的保密協議精神是什麼呢? 大律師馬英國認為 社會部分人曲解保密協議的爭議 其實很多人都誤解 他就說 Whatever the public is interested may not be in a public interest 明星有沒有生兒子 很多公眾都有興趣的 但是是不是一個明星的生產 就是牽涉公眾利益呢? 不是的嘛 你怎麼去界定 什麼是對整體香港有損害 什麼是無傷大雅 什麼是香港人應該知道的 其實這個界定其實是不容易分得到的 那真正的公眾利益又是什麼呢? 什麼叫公眾利益呢? 就是保護社區免受毀滅 破壞或傷害 第二呢 有關違反國家安全的事宜 第三呢 就是對公眾構成危險之事宜 那我是不是這些東西全部要公眾可以公開? 不是說用公帑就可以無限地上綱 到底公眾利益重要 還是遵守保護協議重要呢? 見了網早前問過城中法律界人士 如果工作的時候遇到牽涉公眾利益的機密資料 會選擇將資料公諸於世 爆大獲 還是堅守和客人之間的保護承諾 封口不提呢? 當然 違反承訊這件事我完全認同 是不對的 最基本就是 手臂 因為客人跟你聊天的事 你絕對要手臂 那不然客人怎麼可以跟你聊呢? 就算是那個客人在你面前說 我是曾經殺了那個人 但我希望你要跟我儘量抗辯 那我們也有一套守則 他承認了我 聽完之後就去告訴警察 那天他告訴我 不行 承訊是一個人是否能夠暫立 是否有腰骨 就靠承訊 但當我們要講到一個人的 Integrity Integrity 如果自己那個得性和人格是否正直 這件事如果越是這樣繞過去 越顯示出那個人的格就越是失了 如果做律師的話 當然你要照顧對客人那個保密的責任 這個沒得好說的 當你是有公眾利益的時候 涉及也同時可能是保密的條款的時候 法庭會是就這兩方面作出一個平衡的 如果那個公眾利益是非常之重要的 可能有時候會蓋過那個保密條款 所以不是說就是有保密條款 那你就什麼都不可以說 國大狀一時說對客人保密很重要 一時又說公眾利益在某情況之下 可以蓋過保密條款 兩邊都被你說了好彈功手 好啊!堅要網記者報道